县府举办的反家暴及反性侵防治成果发表会上 共有来自草藤玉石社区、埔里朱仔山社区、异兴社区、武功社区 以及左岸成长学院关怀协会等协会及团体 利用在地特色发表及宣导反暴力的观念 身为左岸关怀协会理事长的赖燕雪议员 也亲自到场参加表达关心 每个推动的一个协会可以说是卯足了劲 发挥他们的创意跟巧思 结合在地的一个文化跟面向能够呈现出来 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惊讶 我想每个社区有不同的一个亮点 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创意 希望结合大家的创意 将我们的防暴意识能够落实决心 我想这是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这个意义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科长王基祥肯定这次的社区反暴成果展 并期望大家都发挥鸡婆精神 并在每个社区多培训志工 宣导社区临家暴的观念 今天我们是一年的成果展示 最主要有五个社区 主要是来自于普里 草屯跟蓝头的社区发展协会 来做家暴的宣导 每个社区都有结合自己的特色 来做展示 比如说一新社区它利用脚白笋的壳子来做成善子 然后宣导家暴善去这个观念 那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主张就是说能够培训社区的志工 然后大家平常能够击破一点 就是来宣导社区临家暴的这个观念 来自普里的一新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尤淑珍表示 他们利用普里特有的脚白笋壳做成宣导品 期望删走暴力 那一新社区从七月份就开始投入了反暴力的讲座 那九月份更把就是普里的特色脚白笋壳编成脚白笋的扇子 那我们取作它是一个让暴力可以散去的这样子的意涵 然后透由手工DIY的活动 然后宣导就是反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然后同时让我们的居民了解 也有附幼专线113这样子的电话可以打 一年一度的社区反暴成果发表会上 每个社区都发挥巧思与创意 表达反暴力 期望达到社区临家暴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